也是寫作翻譯練習 這是節績從這本書叫做 Gray Sentences for Great Paragraphs 裡面拿出來運用的 這是一本寫作的書 那這裡的話 它就是從句子開始教你寫 然後寫到段落 只有到這邊而已 然後它還有 Gray Paragraphs for Great Essence 大概是類似這樣 它就一個一個從句子段落到文章這樣子 好 那這些系列書是蠻值得買的啦 就是你從最基礎的開始 然後教你從主持動詞開始 形容詞加上去這樣子 保持健康大家都想要對不對 然後這個也是常常講到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篇文章 它是怎麼寫的 這篇是一個段落 然後直接把它拆成句子 第一個標題叫做保持健康 保持健康有練習過人應該知道 有一個片語叫做Stay Healthy 或者是Keep Healthy 或者是Stay Fit都可以 可是這是標題 你在英文的標題一定要名詞 那動詞怎麼辦呢 改成動名詞 就在後面加上ing 就變成動名詞了 所以這是它的標題 好在英文的話呢 有個東西叫做主題句 Topic Sentence 好第一句呢 就是你的主題句通常不是百分之百 就告訴人家說 你這一個段落你要寫的是什麼 好他說保持健康是很容易的 假如你遵守一些簡單的步驟的話 所以呢你就會知道啊我這邊就是要告訴你說 我要告訴你怎麼樣保持健康 好很容易的英文有個句型叫做 It is easy to do something It is difficult to do something It is important to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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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個句型要記住 好所以這個會是 It is easy to stay healthy 好保持健康很容易 to stay healthy is easy 這個to後面的這裡呢 就變成這個是一個真正的主詞 那it就是你的虛主詞 好什麼事情是很容易的保持健康 好在什麼狀況下 在英文是一個句子 一個主詞動詞對不對 還要在一個主詞動詞 這個時候你要連接詞 這是一個副詞指句 假如你遵守 遵守用follow some simple 好步驟的話可以用steps 好步驟1 step1 step2這樣子 你會聽到我居然講步驟1步驟2 好英文中文就把它合在一起講了 好所以第一句是 It is easy to stay healthy if you follow some simple steps 好接下來你的所有的 到最後一句之前的都叫做 supporting sentences 叫做支持句 那支持你講的好 你說很容易啊 那要怎麼做呢 好步驟的話 首先第一個步驟的話 我們就可以說first 好first 這邊是一個其實句 想一想你吃的食物 想一想怎麼說 叫人家想一想 不可以只是think 要think about 好 你吃的食物 這個時候呢 在英文是可以用一個形容詞子句 the food 好這邊我們用witch跟let都可以 因為這邊是獸格 you eat 好 first think about the food you eat 那這裡的話witch我們常常let都可以 或者是省略掉也可以 我們常常就把它省略掉這樣子 好 首先第一個步驟 想一想你吃的是什麼食物 好 它告訴你最棒的食物的種類是蔬菜與水果 好 最棒的叫做什麼 the best 那種類呢 time the best type of food 好 英文的話什麼的什麼 假如兩個都不是人稱的話 都是事物東西的話 就要用off 最棒的食物的種類 我們就要說the best type of food 好 那這個時候呢 蔬菜跟水果有幾種了 兩種 所以這裡the best type of food 好兩種的話你的主詞是複數的 你的動詞就叫做複 就要用複數 這叫做主動詞一致 好 the best type of food are the food are 水果 水果叫做蔬菜 水果叫做蔬菜 oh my god 水果叫做fruit 水果叫做fruit fruit是不可數 不可以加S 蔬菜叫做vegetables vegetables是可數 所以要加S 所以the best types of food are fruit and vegetables 這樣子 好 每天吃很多的 它們是很重要的 這是什麼鬼中文句子 這是從英文句子翻過來的 非常重要的 我們剛剛有講過有個句型 叫做 it is important to 好 吃 eat a lot of 這個 lamb 指的就是蔬菜水果 在英文講過 我們就不再說一次 food and vegetables 好 每一天會放在最後面 it is important to eat a lot of them every day 好 其次考慮一些運動 好 接下來的意思 其次接下來我們就可以說next first next 下一個對不對 好 考慮的話 你可以再用think about 可是在think about的話 就是想想的意思對不對 這個時候英文我們就換字 好 一樣叫你想一想 這裡我們就用consider 好 consider some exercise 運動 exercise 好 然後醫生呢 就說每天一個小時適度的運動 能夠讓你保持好身形 好 讓你保持健康的意思啦 好 那這裡的話呢 醫生叫做doctor對不對 好 這是大部分的醫生都這樣講 所以我們這邊就很大膽的 直接又用了doctor say doctor say 醫生說什麼呢 that 好 說什麼後面可以用that 那這邊用現在簡單的事 是因為醫生通常會這樣跟你說 對不對 好 每天一個小時的適度運動 能夠讓你保持健康 在英文的話 這個每天呢 一樣我們就會怎麼樣呢 把它放到後面去 所以醫生說什麼呢 一個小時的適度運動 一個小時 one hour 適度的這個字 可能比較不知道 叫做moderate exercise 好 one hour moderate exercise 好 這個事情呢 要 each day 或者是every day都可以 可以讓你保持健康 能夠can keep you in good shape 這樣子 好 這裡的話 讓你保持健康 keep you in good shape keep in good shape keep in shape 好 我們講一個人 he is in good shape 表示他很健康 he is in bad shape I'm in bad shape today 喔今天很不健康 今天狀況很不好的意思 好 那這個shape 通常就是 不一定 血本身有形狀 但這邊不是好身材的意思啦 這邊 其實我們講的好身材 就是跟健康 就是有點相似的 但是這邊其他指的就是 讓你保持健康 這樣子 好 所以呢 這個句子比較難一點 doctor say that one hour moderate exercise each day can keep you in good health 好 除此之外 怎麼說呢 除了這個東西之外 在英文有一個片語 可以記一下 叫做in addition 好 in addition exercise 運動這件事情呢 是對身心有益的 對什麼東西有好處 就是it's good for 好 身心怎麼講 身體就是body 好 那心靈呢 the mind 好 所以合起來就是in addition exercise is good for the body and the mind 好 所以 看起來很簡單 但是寫的時候 可能要稍微挑戰一下 好 看自己能不能順利的寫出來 句子 句子有主詞 有動詞 然後用英文的句型去寫 最後 finally 好 放鬆是很重要的 這裡絕對不能relax 為什麼 因為relax是動詞 我們句子的一開始要主詞 主詞一定是名詞 所以就是relaxation R E L A X A T I O N R L R R 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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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xation 好難唸 Relax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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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Important 就這樣 這句就是finally Relaxation Is Important 好 然後呢 他跟你講說 花一點時間去感謝你生命中美好的事物 花點時間 這裡的話我們用take time 這裡都是在跟人家講 所以這邊他大部分都用的是起始句 take time to 感謝 感謝 你可以用think 然後這裡有一個字呢 比較 更優雅一點的叫做appreciate 好 appreciate 的 好美好的事 good things in life 可能寫的時候很難就看 為什麼這樣就可以 對 所以就是當你學到 take time to appreciate the good things in life 你學到了你就知道 我可以這樣子這樣子 那這個 你說我怎麼樣才可以這樣子寫這樣的句子 而不是直接中翻音呢 就是你要看很多的書 你要閱讀很多的句子 好 那你這樣子會比較有英文的語感 句子的感覺 好 英文的句型是怎麼樣子的 這樣你在表達自己的時候 你才會慢慢的用英文的方式是思考 我不是中翻音 那這需要時間的練習 這需要做大量的練習 那節技這邊幫助大家的就是 诶 試著用中翻音 可是你是用英文的句型 用英文的思考模式去寫 這樣子 好最後一句叫做concruiting sentence 叫做結論句 結論句會跟你的主題句 topic sentence 跟concruiting sentence 通常會是一樣的對應的呼應的 前面說保持健康很容易啊 假如你遵守家妹這些步驟的話 再來 最後面就是你可以遵照 你可以遵照這些步驟來幫助你自己保持健康 所以呢 你可以 you can follow 好這些步驟 lead steps 很多個步驟 用複數的lead steps 好來幫 來做什麼事情呢 follow後面要加2再加動詞 help yourself 你自己嘛 好怎麼樣呢 stay healthy 好這裡的話 help這個字 它後面加動詞原型 它是一個很特別的動詞 請你記住 它後面其實也可以加2 但是一般我們都加動詞原型 所以最後一句是 you can follow these steps 自己要檢查 你看解析的s忘記了 to help yourself stay healthy 這樣子 好當然有其他的答案也可能是對的 不過呢 這邊的話就是用 這邊是從英文翻成中文 再從中文翻回去給大家看 就說我們的英文句子要這樣子寫 好可以多看一些句子 然後自己做這樣子的練習 自己把它翻成中文 中文之後 你再翻成英文看看翻回去 你會發現好像看都懂 但是這樣你翻過來好像沒有那麼簡單 好那這個就是需要去大量練習的 謝謝大家的收看 這個部分的話呢 會在部落格裡面有 在部落格下面 等一下youtube的下面會有連結 連結有到部落格 好有題目 你可以自己先做一下題目 即便你已經看過這個影片了 好然後呢 你看過影片的話 你自己再做一次做做看 再對一下下面的答案 不一定要完全一樣 但是呢主要的句型不能變 那有一些字可以改 好比方說best types 那types都改成kites 可以嗎 可以 好那sport跟exercise 在這邊的差別就是 sports的話 通常是競賽類的運動 那醫生說每一個小時適度的運動 這個運動會比較屬於exercise 所以這邊用exercise 會比較好一點點 好就是exercise is good for the body and the mind 但你說sports is sport sport sport這個字比較難用 因為sport 可數 所以呢 通常我們要講複數的話 我們就會說sports are good for the body and the mind 所以呢 建議大家 總之用這種運動 自己做的運動啊 自己可以保持健康做的 這個叫做exercise 那sports會比較是競賽類的運動 這樣子 好今天就介紹到這邊 喜歡的話 可以按個讚 或者是訂閱 或者是去解析的臉書 解析加按讚 好 那謝謝大家 尤其謝謝收看到最後面的 我教你收看到最後 非常感謝你 那今天就到這邊為止 謝謝收看囉 拜拜